过了是吗 OK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本局第一把的配置是 与女猎白混 现在开始收手机和抽牌 与女猎白混 大家好我是优荣 我处在此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中 其实我们刚才说 刚才我们这个发言量 应该还差不多 一开始我们廖伯老师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的弹幕都在刷 这个说势均力敌 然后就有那么一个 不会聊天的玩家 怎么会呢 老师说廖伯老师太可怜了 然后就从10号玩家那个位置开始 我们廖伯老师 默默戴上了自己的拳套 没事没事 反正就是聊天了 这种事情 咱们都是随便聊一聊 后续的比赛 其实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继续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聊的 那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对 就是那个话题是 我想一想 想一想 那我在死之前 我们先再聊一下 我们再聊一下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后续 以及这个有没有第五季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太关心了 那其实 因为廖伯老师做街舞这一块 其实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有的可能说 特别旺的节目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一季的结尾 你会当做惊喜 告诉大家下一季 我们开始准备了 对 在那些收益特别好的节目 这个不是收益好旺的节目 我觉得在所有的 所有的节目当中 大家都不希望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们以前经历过一次 就是有一个比赛 大家在每一年的时候都告别 但在第十年的时候 没有说明年再见 然后那个比赛之后真的停了三年 其实大家都特别的上线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无论他是否做下去的时候 大家都会留一个美好的期许在这里 虽然说很多人都说 他可能做不下去 可能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通过不断努力 哪怕是一点点东西 一个启发 但也有这样强大的积累 积累上来的时候 可能会突然一下 这一下就冲上去了 对 那其实我们要明确的跟观众说的 就是 节目组本身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明确说我们下一季不做了 那这个我们明确要说一下 我们没有说到第四季为止 就此结束这个想法 因为随着我们的蓝沙人气 确实稍微的一点一点有点低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第三季也好 其实包括第二季 最后就有一点 每季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就一份这个离仇别序 包括我们的闲手也说 最后几期了珍惜一下 我们的很多观众也说 看一期是一期 那其实就每一季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是最后一季 那但比较确定的一点 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明确要终止 我们这个节目的计划 所以整体呢 还是看一个招商的一个情况 对 我觉得除了招商之外 还有我们其他人 也需要多多来支持 而且在我们这一次比赛当中 每个人都说 这是不是最后一次 这是不是最后一次 就像刚才你在稿子上写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给大家一个正向的 说狼人杀会不会凉 我觉得会凉 是因为有更好的游戏会出现 然后在狼人杀基础之上 再出现 再孕育出来新的游戏 但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狼人杀 能够蒸蒸日上 然后蓬勃向上 而且我觉得如果在每一轮 就像在我们平常的比赛当中 歪个动作 像今天这么打的话 我说实话 每一轮都像总决赛 这么好看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说 狼人杀就是 我没什么想看的了 很多人在昨天看完比赛之后 已经拥有了好几年前 甚至是刚接触到狼人杀的时候 激情 对 其实我们说 像大家 因为我们在 不能说道听途说 就是一些 比如说担心我们场地的 这些问题 其实都不是一个 特别绝对的问题 可能比较绝对的 就是一个是 大家 就是我们说 观众捧不捧场 这是最绝对的 但暂时看来 整体上观众 对我们的节目认可度还行 非常高 那包括我们说就是一些 比如说各位选手的一个档期 包括歪哥自己的一个个人规划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要的 所以像我们今天就是 完全也没准备说什么 要为我们节目做个简语 这个是完全没有 你刚才没结论的时候 你就做了一个很好的 这一季的结议 真是太好了 但是生如下花我觉得特别棒 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两个在作为收尾的时候 其实也在做很多更不同的尝试 我们现场在还没有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继续聊了 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大家也都开始对狼的一个定义 其实我特别希望歪哥今天 能够拿两把狼或者三把狼 这个样子 让我们看一下 真正我们的歪哥狼王 到底是怎么样来发挥的 对 老说我们节目做牌 但确实也没有 所以这个事主要还是看运气 看今天能不能拿这么一两把狼 那最后其实想说的 关于这个问题 最后想说的 就是大家还是要去 稍微去关注一下我们各位 比如说我们歪哥的这个直播间 包括各位就是你们喜欢的各位主播的频道 对 因为在我们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最怕最悲催的事 就是下一季准备做了 然后但是观众不知道 因为在这一季确实就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到差不多第三期 第三周的第二期 也就是总共的第六期的时候 还有观众在私信问我 什么时候开播的 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一方面是我们广告的 可能资金也好 各方面也好 有我们的问题 那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养成这样一个就是固定的认识 那可能就会 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各位主播的频道 对 我觉得问题倒是没有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这样说的问题 其实是大家有没有再更多的分享 以前我们是这样 你来看看这个好看 你来看看这个好看 但现在大家都是这 我知道这个好看 我有我的粉丝年薪在这里 我自己喜欢看他 我就这一个人这么出去了 但是如果你和朋友一起 然后这样一起不断的互动 不断的互动 不断互动 然后发生更多的碰撞 然后碰撞之后 就产生更多的激情 在激情过后 我们又会有更多的力量 然后有很多力量出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让他继续的 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两个解说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用不用喘气 其实都是用喘气 但是在每个不同的气候 两个人在互相的配合 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画面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一定要 我就要重点推荐一下 我们廖伯老师的微博 我们说廖伯老师 就是这一季来的很多新嘉宾们 但能看出有几位 包括廖伯老师 其实就是能看出真心的喜欢玩老人肠 对特别喜欢 如果有下一季的话 如果廖伯老师的时间 就是街舞那一块时间不冲突的话 我们说应该一定还能看见 廖伯老师活跃的身影 我一定会来 而且我是一定 那边已经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好 那我们切入第一局比赛 天亮了 请上井玩家按下面前的上井灯 由白变蓝是上井 在井上的玩家有 2号 3号 5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或12号 现在时间是35分 请由11号玩家先发言 三茶茶 念火焰老师确实以前没验过 今天笨狼验的 觉得拿牌面相不好 而且火焰老师拿狼一般不怎么乐意变 所以验了茶茶他可能就自爆了 我也省点事 井下146 我想想 146 验个6吧 14就看投票 井下就验个6 井上验一个 12吧 62 这两个不太好定义 12如果跟我对一条就换个5 好吗 62 5 三茶茶 今天出三 不是诈身份 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啥好说的 那就看别的呗 3号玩家是 有没有人来救他 或者怎么样 好吗 那12号玩家 其实我开牌就看了3和12 我觉得32都像狼 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去验个3 因为我觉得 验验吧 火焰老师 确实这一季大师赛没有验过你 到最后了 把这些没尝试过的事情 尝试尝试 验出来是个狼 有点遗憾 我们这把阵营不同 就请您先出局吧 好吧 警惠留62 12跳了烟舞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12号玩家发言 我怎么像狼了 3号玩家接到你的茶沙之后 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估计3号玩家 自己要跳原家 其他的 没什么好说的 牛儿竿发言还行吧 比较干脆 但你怀疑我的 你看我身份不好 我觉得 我再听听吧 我听一下3号玩家怎么发言吧 我觉得3号玩家刚接茶沙 他的表情是在笑的 好吧 我听下3号发言啊 我这里不是愿嫁过了 2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是好人啊 我觉得11 12都不好吧 我听后边发言吧 我觉得前面两个人发言都不好 然后这一二玩家不知道为什么没上景啊 反正昨天没上景 是个狼人啊 你在景下你也藏不住 你还不是上来聊两句呢 真奇怪 特别发言再听听吧 我听听3号怎么聊吧 真的 我是觉得11 12聊的都一般 我过了 我可挺好人 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我 我 我先暂时先援机起跳吧 十一啥啥 景辉流就 16吧 16吧 4号玩家开始了上票 我其实 我其实晚上在想 如果我是狼刀谁吗 我大概率会从20里边开一刀 20里边开一刀 这是我的想法 为什么有功夫想这呢 因为没功夫干别的 实在是 实在是闲得没事 干不了别的 就想刀谁 能够准一点呢 就想刀2或者10吧 就这么想的 先报个十一茶沙吧 他不是 他不是说 不是诈身份吗 好吧 你不是诈身份 我就先查杀你 因为我怕后边救我的人 跳得没有好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先跳一下 一会儿 一会儿救我的人 要跳得比我好呢 我就退睡 跳得没有好呢 我就不退了 好吧 就16顺艳 四看投票 十一茶沙 原家 耀景辉 想法 心路历程 艳人 景辉流 都挺完整的 好不好 过了 5号玩家怎么发言 4号金水 我为什么验4呢 是因为我找了一圈 因为只把药给狼空间嘛 我本来开牌 4号告诉我 说10号一定是张狼 但是我不知道10号是不是 我觉得我不能验10 一旦验出来一个狼 是不是很尴尬 所以我是冲着好人验的 然后我就 看了一下 我就摸了这张4 啥意思 然后我就摸了这张4 结果4果然是个好人 那我觉得4号没上井 那没关系 景辉只有1号和6号 其实我本来是想把景辉 两张牌都摸了 因为有可能四郎上井吧 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 但我觉得前之位 有四个人发言 2号我觉得是 前之位最好的一张牌 然后2号点了1 那我觉得1我先不验 我觉得2去看着1就好了 然后我先摸一个6 我景下验一张6号牌 然后景上的话 后置位我暂时不想管 我想去摸那个12 因为我觉得3号的发言 虽然很奇怪 他在上井之后 他又起跳了 给11发一张缠砂 虽然没有人认为 他是在焊跳嘛 但我觉得他这个行为 怎么说呢 我没有办法去判定 但我又觉得 我验他有点 至少他是一个 逻辑上的好人牌吧 我觉得我验他 也不一定 12郎茶沙郎 后置位 4号可以帮我盘一盘吧 4号我的前置位 可以帮我盘一下 所以我想去摸那张12号牌 因为12号牌的 发言是什么 哦对 11号牌 你冲着茶沙验的 你的视角里 312两张狼 那3号已经接了你茶沙 为什么12会起跳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说 你说一验一个 防起跳警惠流 呃 流到我头上 我觉得是很怪的 就你认为12号 3号都是狼 那3号接茶沙了 为什么12号要起跳 对吧 3号可以原地起跳 所以你验12完全没问题 你没必要再去 留一个第三警惠流 所以我觉得就 对吧 就是你们好人自己想吧 然后这把 我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救混子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大可能是 被混那张牌 4号也不大可能 是被混那张牌 所以我觉得混子 有可能会混到狼 呃 所以这把我的主要注意力 会在混子身上 但是我也不一定能揪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压力还是给了4号 4号你去找吧 我觉得你 你还可以吧 呃 就这样 呃 再重复一下 4号精水 警惠流 先打6 再打12 先6 后12 过 7号码 请发言 呃 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11号 和3号是双狼 两张狼人牌 然后那个5号是个原家 就典型的11号发3叉叉 3号又发11叉叉 怎么就那么巧 一定是双狼 也得打的格式 所以就出一个读 一个就完事了 那我就跟5号站边了 那4号是金水 那4号肯定会给5号投票的 请下一可能会倒勾给这个 这个5号投票 然后其他的没什么了 那就3和11就 埃格出就完了 先出一个读一个 呃 我觉得3和11那个对话 一定相认识的 啊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我肯定跟5号站边 5号玩家都说 都说自己要找混子了 这种牛逼都吹出来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个原家 好吧 那其他没什么了 我跟5号站边 我过了 11号玩家选择自爆 昨夜平安夜 12人局双暴春景辉 昨夜平安夜 天黑请闭眼 好我们回到现场 好的 其实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产生了一个悬念 就是说白了 就是在做3的身份 对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偏 我偏站边5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我觉得 3号玩家不太不太相格了 对 反正 因为3号给那茬 他比较硬 就感觉是硬给的 但11号其实在感觉 今天的时候 他自己说 我可能要摸到狼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有点声音 但是摸到狼之后 马上起来进行汗跳 这个情况下面 感觉这个铺电话上 牛逼刚好是比较紧张 对 所以在这个位置 其实7的这个发言 就做两个方向解读 我个人认为 当然也有第三个方向 就是说7真的太厉害了 3真的是浪差了 但1是11爆了 故意再去赌这个心态 2是我个人觉得3不太相 那可能我对7这个发言 就两方向解读 就是1是他又开始不好好玩了 这是1方向解读 7号我们不猜 就是不猜 但是刚才那个 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 有两个观点 我觉得又是老师聊得特别好 一个是对2号的定义 一个是对12号的定义 能不能给观众来讲一下 你的看法 没有 我可能觉得是2偏好 因为在那个位置 我不敢说12一定是个狼 但12相对来讲 对11的定义是比较含混的 我说这个大体听发言的话 你要给个方向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他在那个位置2 对11 12给了明确定义 听着都不咋地 然后他又就是有多一手心 他去好像是关注了一下景下 因为当时我跟两个老师在发言 具体关注谁 可能没太听清楚 对 但是他就是说 首先有个爪狼的心 第二从一开始 就该点的位置 123他都点到了 他对他就是心特别宽 就是说有一颗爪狼的心 而且有展开了他的视野 应该算是一个偏好的那个啥 对 但是我现在在讲 那个8号根本就还没有发言 然后11号就报了 按这个情况下他们是不是就准备双爆了 这个点 那算不算狼队的格式有点打崩呢 如果说 如果说这局游戏在8那个位置真吃一刀 我们可能这个游戏会产生更多的思考量 就是说这一刀是赌心态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就是当然这是小概率 因为5发了4亿张金水 且得到了7的首肯 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去盘前之位双狼起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对吧 那就所以说应该5号玩家大概率是要死 5号玩家不能活着 但至于这个8怎么处理呢 不一定 因为在那个位置你说你听发言5就是个铁预言家 所以去先刀掉5脏一下8 或者说赌心态8就是个狼 那都有可能 对像这种牌赛时可能还只能 就是标改一个字除非你打线下 你对这个人特别了解熟人局 那我们现场感觉已经好了 那我们来切回现场吧 OK我们切回现场 天亮了 昨夜1号玩 1号玩家 自爆 我自爆 1号玩家选择自爆 他飞演 昨夜1号8号死亡 死亡 不分钱后没有一眼 本局没有警长 那个我能翻牌吗 嗯 翻枪 开个 能 1号爆了 然后双死 1号吞毒了嘛 8号翻枪为猎人 带走6号牌 天黑层闭眼 我们这个现场 能不能给廖伯老师 一个打人的时间 我们这个游戏 就好像汤鲁与杰瑞一样 每次廖伯老师挥起他的拳头 还没有开始准备那个啥的时候 现场又爆了 可以说这局游戏 这个心态其实是有点炸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说 狼队可能应该来讲 就下一刀肯定是5了嘛 廖伯老师 能不能回到一个正常人 因为下一刀应该就是5号玩家 那我们廖伯老师累了 也让廖伯老师来说两句 哎 看到没有 现在我和游戏老师配合就好多了 现在我只要稍微动一下 游戏老师就觉得说 廖伯老师是不是想讲话了 那游戏老师在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话都在讲 对不对 但是哇 我要让我自己说两句话 真是太累了 我一点笔记都没有做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 这个吞毒其实是允许的 对吧 就是他在知道自己被毒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游戏老师必须解答 为什么是8号死 那就是首先就两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说打线下 那肯定是有敏相的 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就说白了就是狼人敏你是个神 对吧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 他们放弃了选择去拿8座抗 把这个位置就说白了 就是当神位给敲掉了 那从事实来讲 他们的敏相群也收到了效果 8群是个神 但运气不太好 是个恋人 我的天 那现在的话 我们现场是已经好了吗 现场OK了 让我们再切回现场 今天第一局太快了 天亮了 昨夜5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本局没有警长 现在时间是47分 请由11号没有在 12号玩家先发言 12号玩家发言 我先捋一下 然后1号 因为1号他就是自爆的 当天是18双死 8号能开出枪的话 那1号就是晚上他吃了个毒 然后早上起来再自爆的 然后其次的话 11 两个狼的话 如果猎人把6号牌带走了 那常常就只有一匹狼了 如果6号不是狼的话 常常就还有两匹狼 然后其他的 我没法盘呀 因为警长听完这边 到5号发言 7号发完言那里 然后他就11号就爆了 然后其次我感觉 7号点了那一句的话 3号和11做成狼同伴 他爆的点的话 有可能不是狼同伴 所以他爆 他可以爆完之后 让女巫认为他们是双狼 然后晚上把3号牌给毒了 所以我觉得311有可能就不是双狼 因为如果3和11是双狼 情况下 这个1号又爆了 那狼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我估计3号跟11是不共编的一张牌 然后其次的话 1号走的时候 点了一下这个2号牌 说就是又被你2号看穿了 我感觉1 2也不共编 4号是精水的话 我觉得狼坑可能开在9或者10 虽然小黑一直给我点头啊 但是我的逻辑这么盘的话 狼坑应该出来9或者10 然后7号有没有做成狼的话 听那个发言 我不知道 我再听一轮吧 然后其他的就混子牌我是真不知道是谁好吧 反正我这也不是个混子 然后就过了 我这里是一张海文牌 然后过了 2号玩家主发言 那我估计我就不是不用跟在场的嘉宾表水了一句是吧 我应该是不用表水了 因为我上了以后我就说 11 12不太好 然后1号藏不住 然后11爆了 我在想11为什么爆 我觉得他不是单纯的说7号给他点了他就爆了 12号玩家反正有点明白 我是觉得12这个坑排不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5号玩家把12留在警徽流里边 所以逼迫又再加上7号那轮发言 然后逼迫狼队必须双爆吞内警徽 要不然的话 是不是12也藏不住 因为12这一轮的发言 你能直接定死 这个11跟3不共编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有点开始 因为在这块我是不再听你轮火焰的发言 我是定不了说3号就一定跟11不共编这一点 然后7号是发完那个言 然后狼队爆的到这块 你是12号是第一个发言 那你直接就能定出来 3号不共编 1 2不共编 那你等于你把3保了 那你把3保的话 那只能在10跟12里出吗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9号还 我觉得9号没有那么丧 每一次最后自己一个狼孤零零的留在那块 我觉得所以就是单凭这一点 但是我也保不了9 我只不过觉得12这一轮发言有点开眼 我想踩一脚12 然后听3号发言吧 反正我重点关注的就是30 12了 我觉得7号这发言 怎么都不可能再做成狼人了吧 那就那个什么吧 不可能整个狼队为了保7号一个人吧 反正7号应该是铁号人吧 4号是验出来的铁号人 是吧 是验的你精神 那就我肯定铁号人啊 对吧 那就剩下的人里出吧 我觉得12号这轮发言有点过于好了 不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扒开了枪就没有什么更骚的板子了 5就是一定是真元家 4就一定是个真金水 真金水 5号玩家对4的定义是他也不可能有人混他 有人不可能混他 那么我在发言你也不太能听出来我是不是实际的同伴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20是好人 因为我反正想的是如果没事干从20里边选一刀嘛 那我的潜意识里边2和10是两张好人牌 而且是出女巫的牌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只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也不知道银水是谁 其实我希望你如果是女巫或者10是女巫的话 抱一下银水 如果银水是个未知身份的话 我也没觉得第一局狼会选择一个自刀的格局 然后 如果1号玩家不是和2号玩家去做做去发那圈言去 你太强了不是做做的话 那么 你认为1号玩家没骗的话 说你太强了 那你说的11 12 1 那就那就都得是狼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1号玩家跟你打做做牌 一个是1号玩家就是真心的 就是放弃了 把他12号同伴出了 就目前我听的发言就是 就12是一张交点牌 在我潜意识里边10件是好人 我就想从79里边还要听一下发言 因为7号玩家打我和11是双狼 这点我不太能接受 因为5号那个发言出来以后 当时他发了一半 我去退下水 后来我想 他这个发言不足以让我也退水 虽然11发的是我查杀 但是他说 我想抓混的的时候 我退水了 然后7号玩家说 11和3得是双狼 他可不是说可能是双狼 他说得是双狼 7号玩家做不成铁好人 他即便是张好人牌 也有可能是张狼混之类的 7号玩家又不是没有能力混到狼 他比方说混个1什么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所以我不太能听7的归票 4号玩家先 我觉得4号玩家先定一个标杆 一会发言的时候 你觉得在前阵发言12够不够 进程一会儿 咱们投票对象 我非议在79里边投 是不是可以 因为你说 你要大概米 我觉得10项好人 我不太敢说10号玩家 可以陈底归票 但是我会听10的建议 我会听10的发言 前阵位听4的订票 后阵位听10的盖盖 我大概是这种想法 好吧 7 9 12 就这么想的 我过了 4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知道谁是狼 但是今天大家都要给狼人空间 我觉得推错也没有关系 后阵位的神就起跳吧 我觉得6可能是个狼 所以我们现在是 还有女巫和白痴 就只剩下一个那个 只剩下一个狼了 他心里肯定也特别孤独 对 他心里肯定也特别难受 就一起来 怎么第二天起来 狼头半全都没了 就又剩他一个 然后他就特别想 然后 但是他又 心里很纠结 想发发言 对吧 毕竟可能还没有发到言 然后呢 我觉得7不像狼 7如果是坏蛋 也只能是一个狼混 因为他说了 锦下1号玩家会倒勾头 给5号玩家 那他锦上没有必要去点 1号玩家是个狼 对吧 那我觉得2比较像好人 因为2锦上就说 1号玩家 你在锦下也藏不住 然后 反正今天如果有两个对跳神 咱们也不从里边出 外之位投平民都没关系 因为狼人实在太可怜了 我们要给他们空间 所以后面有神就起跳吧 明天我不死 我还是会归你的 你要不就交牌吧 我过了 7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听着12号到哪 到4号发言 小玩4号是精神 然后我觉得都还行 唯一一点不好 就是3号玩家 你分析出 我7号有可能是个狼混 那你还要在79里面出 狼混不就一直待着就完了吗 对吧 这是3号唯一一个发言不太好的地方 其他的我就听着都还行 我觉得12号玩家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2号你还行 这个发言上我是没有怎么听出谁一定是狼的 那就在90里面出吧 因为90都没怎么发言的吧 在我印象中 那就随便出一个 因为我现在没有听到90发言 我也不知道谁是狼 我会在90里面出 我觉得场上就剩最后一狼了 11166应该是个狼 然后我过了 9号玩家挺发言 假设7是一个好人呢 10号玩家就一定是个狼 因为我是个好人 而锦上7号玩家说11和3是狼查杀狼 3号玩家假设底牌是个好人 7号玩家怎么能成立是个好人呢 因为5号玩家说他想揪一个混子 但是4号玩家是精水 他其实可以补一句 4号玩家有可能验出来的混子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是非常坚信你一定是个好人 当然我肯定希望你是个好人 你都教别人交牌了 不然就是说从昨天到今夜 就是突然多了一个新的打法 劝自己交牌 就是4号玩家 我自己是个好人啊 因为是到7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11号玩家选择自爆的 然后可能是想要让 假设7是个好人 那7有可能随便说的 11和3是狼查杀狼 然后11号玩家想让3号玩家吃毒 这是一种可能性 对吗 因为我一定相信8号玩家 能带走一个 说到8号玩家 8号玩家进来拿东西 我希望8号玩家带走 是一个狼人 那这样场上就只有一个狼了 但是 8号玩家 因为我排7是因为 7号玩家说 8号玩家走的时候 没有带走7 去带走6 是吗 因为 平时的话 8号玩家因为 敏7会敏的比较多 敏6一定会敏的比较少 他也许把7排了 才会去赌6 也有可能7号玩家是狼混 他去带的6 这都是我考虑范围之内 我觉得安琪发言呢 没有太多的 攻击性 2号玩家呢 就是2号玩家 唯一有点就是 尹哥 又跟昨天一样 保了我一手 确实有点肾的慌 感觉昨天摸狼 保了我一手 今天摸了我 但是尹哥发言 我没有听出是狼人啊 就是他发言的内容 3号玩家呢 他说 他打的位置呢 是12 7 9 所以他打的位置 非常的多 假设他是一个狼呢 位置确实有点 太广了 所以呢 我觉得3可能还行 而且7呢 唯一点下好人呢 是他把前置的人 都差不多保 他说就在90里出 所以我觉得 假设7是好人 他会投10的 好吗 我觉得可以出10号玩家 因为10号玩家 我不觉得他能做7个好人 如果10号玩家是好人的话 场上前置就有一张狼人牌 首先4肯定不是 管家是不是会 对吧 那只能是成立是7 所以10不是7就是狼 这一轮投标也挺关键的 我觉得还是得投对 我大概率 除非10聊的很好 我才可能投7 不然我会投10号玩家 过了 10号玩家怎么发言 我完全不用聊得很好 因为我是张女巫牌 其实是张饮水牌 9号玩家 你怎么办呢 我读的1 为什么我狂着急 是因为1号玩家起来 就自爆把我的毒吞了 所以我为什么问 他为什么可以自爆 我是非常生气这件事情 那就比较简单了 我确实也想保你 因为你一直在聊7 如果你知道刀口是7 那你会或多或少避开7 一直梦聊7 还定义7又是什么狼 混乱七八糟 还说我如果是好人 7就是个狼 放不放这个9呢 因为我听完一圈 觉得最诡异的就是你 因为你要打我两出 因为我是女巫 她是我饮水 我先放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精水 那不就是12 23 我为什么没有毒3 是因为11字爆了 因为7说了一句 是狼叉叉狼 但我不想相信 所以我就把1读了 我觉得既然我把你放到现在 我就一直应该放掉你 而且你没有必要在你的位置 把我28 两张牌 因为在你的位置很挤了 你应该往后再去打了 那就更更紧了 就直锁在2跟12里 2是没把都打12的 我记得 还有一点 我想保12 是因为什么 5号玩家第一紧回流是12 我觉得怎么着自爆 都应该是12来自爆 不可能轮到1去自爆 这是我的思考量 所以比较简单 就是212里归 可能是2 好吧 过了 15玩家发言结束 本局没有紧张 请在我到时候开始自由投票 慢举或变票无效 3 2 1 我看一下 2投了7 然后9投了12 然后4和7投了9对吧 然后9号玩家出局 翻牌为白痴 等会 你要是插嘴的话 就没有我一言 我有一点 我就发眼 哦那你就不插 插2 对 那7是个自刀 4是个狼混吗 按票行只能走 你投的7呀 对吧 因为12号玩家呢 我是觉得他面向不是很好 因为2号玩家能去投影水牌 我不觉得影格很像 然后3号玩家没投 那要是7号玩家是个自刀狼 那也赢不了 好吧 因为10号玩家是有可能会读到1的 而且10号玩家没归9 我就认为10号玩家是个女物 我是个白痴 我觉得7能投9 那7是个自刀狼过了 所以玩家发言结束 天黑沉闭眼 嘿 好的 我觉得这一把呢 我们在那个切换之后呢 想打人别去厕所呀 其实那个所有的事情呢 大家可以看到 去什么厕所呢 这局是稍微有一点反转的 然后那个 廖博老师我打断一下 然后 马上您坐下 坐下 谢谢 这个胯下的大宝剑是怎么的 大家就是那个 可以有什么事就聊什么事吧 对吧 这一局呢 其实是有时候是相当的快的 对吧 就是有时候这些事情 你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呢 这些很多东西呢 都和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可是OK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哎 你全套 你全套 全套呢 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 咱们有什么聊什么 对吧 刚才那一局的话 大家看起来的话 其实狼人的优势有开始变大了 对不对 OK OK了是吗 OK了是吗 我们就得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好嘞 游戏结束狼人获胜 那个副个盘 狼为一六十一十二 一六十一十二 女巫是十 游戏家是五 猎人是八 白痴神是九 然后七号牌为混血儿 第一天混了六号牌狼人牌 所以为狼混 第一天狼人杀了七号牌 混血儿牌 女巫选择救起 游戏家验证了四号平民的身份为金水 第一天紧剩 十一号玩家选择自爆 入夜 狼人杀掉八号猎人牌 女巫毒掉了一号狼人牌 游戏家验证了六号 狼人牌为查杀 白天一号狼人牌选择自爆 八号猎人牌选择翻枪 带走了六号狼人牌 入夜 狼人杀了五号牌 游戏家牌 游戏家验证了十号牌 女巫的身份为金水 白天 扛推出了九号 白痴神 入夜 狼人杀了最后一个神 十号牌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好 大家好 佑伦老师你现在有什么看法呢 所以说对这一局的话 我爸爸把我把他送给我的白色的拳套又戴上了 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要干什么 然后他从他的胯下掏出了一把大宝剑 从上个轮次开始就一直在撑我比划 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这把是算狼人胜利对不对 所以在狼人胜利这一把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歪哥作为狼混的话 表现可圈可点 那么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呢 不是我先问一下那个弹幕 有个弹幕让我眨眨眼暗示一下 都已经这样了 你觉得我还需要暗示什么吗 我觉得还行吧 就是没怎么样 我想问问让我眨眨眼暗示一下的那个弹幕 是个什么心态 我觉得咱们就是作为友谊的光辉 一直在闪耀 对不对 一直在闪耀 所以这种事情很好聊嘛 友谊的刀光剑影一直在闪耀 对我觉得有什么事 咱们聊什么事 所有事都好好说 对吧 好好讲好好说 那我们可以来点评一下 7号的精彩表现了 先从7号开始吧 我觉得在狼混这把 它真的挺重要的 其实这局游戏呢 我们说输是输得很意外 对吧 输是输得很意外 今天要死在这也是很意外 反正今天充满了意外的事情 应该来讲 我们说最终 我们再复盘一下这局游戏的四个狼人 那是一六十一十二 那么散散落落的这些零散的暴吊的狼 我们就不说了 那这局游戏相对比较意外的一点呢 就是最终我们刚才在推论那三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推到答案 那其实这局游戏赶上了小概率的第四个可能性 就是关于7为什么在井上去踩3 那这局游戏赶上了第四个 也是我们平常偶尔打混的人 可能经常会 爸爸你要不要歇一会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所有东西 所有都是开开玩笑 来接着聊 所以我们这个赶上了 其实我们是很少打混的人经常忽略的一点 这局游戏呢 其实是个狼混 所以说在那个位置 他去打三 其实就有一点点战术上的意图 我们还以为他是今天又不好好玩了 或者怎样 结果呢 竟然是一波骚操作 对吧 那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说 在这个位置 其实7号玩家想凭个人的能力 把这局游戏搬回来还是非常的难 因为二在井上聊得太好 这是一点 我觉得他们这局游戏是一定推不动那个二 对 因为好人有的时候发言并不是说他发言特别长 或者特别高亢 他就一定是好人 你玩多了 你听他的支言片语 你听他的意识 有些牌就直接能饱死 所以在这个位置 其实扛 扛不动的牌太多 那所以这局游戏虽然70个狼混 他在那个位置 在末期 在努力的营救十二 对吧 他已经 其实个人来讲就是已经无力回天了 说实话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但凭他狼混的一己之力 因为一六全死 想把这局游戏搬回来还是很难 那在这个位置 其实好人是帮了忙的 也就是说 久在这个位置没有跳白痴 应该说是这局游戏的一个谜 我觉得应该怎么说 就是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当时的想法 因为其实在对于 无论是每个人身份定义 还是好人已经发言的情况下 还有狼人已经出现了双暴情况下 其实大家在很多局势上面当局者迷 对吗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并不像我们现在 就像我们就算没拿到脚本 就算只是在旁边听 很多的东西反而会比在里面的人听得更清楚 而且我们比较接近 而且也有一套数据库 尤其在拿到脚本之后 看什么事情 我们也有一套比较合理的逻辑 让他接着往后打了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上面的话 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在决赛的时候第一轮竟然是狼人胜利 竟然是狼人胜利 但是不得不说 我们的八号 我们的怂哥 作为猎人一枪带走了 井下六号的一只狼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女巫 也是直接毒掉了一号 还是真的挺秀的 一号当时的反应也非常快 直接上上之后 外哥 外哥找着吗 来两句 外哥再见 其实我们说在这个位置 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其实我们熟人局我们说的会就像刚才弹幕说的 可能圈圈的手软了点给了一点空间 那这个是人情世故 它是逻辑之外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神牌可能会有一个意识 我在这个位置跳不跳 神牌有的时候其实总会有一种思维倾向 我觉得我能聊清楚 我觉得这局游戏不跳也没事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小情况就是他怕六读错了 他怕六读错了 比如说这局游戏真女巫要背一点锅 就是那你很难解释 因为在那个位置 因为八起身去翻了枪 那六自己就一定不是女巫 所以如果说白痴在场的话 他应该知道女巫一定在 所以在那个位置呢 其实最好还是要拍一拍身份 因为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读错了 就再读错了 终究那个位置也只不过是一张平民派走掉 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拍的身份 轮次应该是大大领先的 对没错 所以说那个在现在这一局呢 其实也是巧合碰上巧合 运气碰上运气 很多东西都在不知不觉间 明明你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这也是狼人杀的魅力之一 就是在不同的形式下面发挥不同的可能性 在每个人的发挥上面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这个人性的对决啊 随时都在变换莫测情况下面 这个游戏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理由 为什么能作为第一社交游戏来说呢 就是同样的身份 然后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说法 让所有人都能够觉得说 哇 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 原来还有这种可能性 这也是我们就是喜欢狼人杀的原因 因为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因为这局游戏 其实我们从12号玩家最后一个狼 自己个人的发挥来讲 应该说在初期 基本上聊的比较的 不能说比较暴 但他的应该说比较浅 用我们的话说 因为在那个位置呢 11是个狼 这是我们就是在早期就已经确定的 那在那个位置 其实12呢 他在那个位置 首先他对3的评价也好 包括他这个软踩11一角 他这个对11一个软定义 但踩的不是很深也好 可能玩的多的就能听出来 这个发言就有点那种 我们说半道沟的意思 就他其实打的是一个软的半道沟的打法 所以在那个位置12是真的初步太了坑 所以在这个位置 各种情况吧 对吧 各种发言的情况 对 那么我们第二轮的板子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轮呢 是一个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三局游戏呢 第一局与你烈白混已经结束了 那第二局呢是一个机械狼的板子 那我们作为就是这个游戏最复杂的一款板子 机械狼这个真的玩不懂 真的玩不懂 机械狼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他究竟学到什么是一个优势 他究竟要怎么来操作 才能帮助狼队获得胜利 这个真的要 游儿老师好好来解读一下机械狼这个板子 那好吧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机械狼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答法 我们说给观众去复述一下 那其实呢我们说机械狼呢 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狼人 他呢在一整局游戏里面呢 只能学一次技能 而且他学了之后呢 他就不可以改变 没有啊 充电宝我们这没有 那在三名普狼出局之后呢 我们说机械狼就可以带刀 那其实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下 这个机械狼他可以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技能 就是当他选择女巫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一瓶毒药 但在下一晚之后才能使用 因为他不能在机械狼学到女巫 拿到一瓶毒当天晚上就死 这就有点bug了 但是他是下一轮之后随便拿一轮都可以使用 还是说必须下一轮使用 就是下一晚之后可以使用 就是相对就随机 那他学的技能都只能使用一次 但他如果学到狼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学到狼呢 是我不知道您打过没打过一个叫狼兄狼弟的板子 那个跟狼弟有点像 就是他选择狼的时候呢 在三名普狼出局之后呢 他可以多带一刀 就是他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双刀狼 那这个就比较强 但就有一定的先决条件 我们在这一季里面也反复的强调过 就是你得先活到那个时候 对吧 OK了是吧 那好我们在剩下的几个角色学到之后的技能 我们一会再跟大家慢慢介绍 OK好的 那我们就接着回到我们的现场 现场 OK Hello大家好